有关事件的来龙去脉是非取直是非常清楚的 欧盟基于谎言和虚假信息 以所谓新疆人权问题为借口 对中方有关实体和个人实施制裁 是欧盟无理挑衅在先 中方正当正义反应在后 欧方只许自己任意的抹黑攻击 甚至基于虚假信息和谎言任意制裁 却不许中方还嘴还手 这本身就是双重标准 就是霸凌霸道和虚伪的表现 中方不惹事不挑事也不怕事 不会被讹诈 对于欧方一些国家召见中国大使的无理做法 中方完全不接受 中方使节们都表明了中方的严正立场 向欧方提出了严正的交涉